我都已经有运动相机了 我干嘛需要稳定器 运动相机已经够稳了 加个稳定器不是多此一举吗 我想说你错了 为什么 那请大家先把签到打在弹幕上 我们现在开始 大家好我是靳 欢迎来到Gins Camera Live频道 为什么有着超高稳定度的运动相机 需要稳定器呢 因为我发现玩极限运动的人 真没有那么多 我敢说屏幕前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用GoPro 其实还是把它用作一个 拍旅行或者是拍生活的 一个Vlog相机来用 特别是旅行 但是你也发现了 GoPro这类电子防抖的运动相机 遇到光线不好的时候的通病 就是防抖效果会特别的拉垮 哪怕是阴天也是如此 那么有人会反驳说 本来就是一台阳光机 我想说你能保证你天天出去旅行的天气都是太阳天吗 搞笑吗不是 那么这时候一个小巧的运动稳定器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我推荐浩磊跃跃的iStudy Pro 4 就是iStudy Pro 4代 这个运动相机稳定器 不是我为了掐饭而推荐 而是它确实是非常好用 小巧的气声 超强的防抖 快速的拆卸安装 而且不需要调频 毕竟大家也看过我之前拍摄的一些旅行视频 里面的画面大家觉得有电影感 画质高 但是我里面穿插了很多的画面 其实是用GoPro拍出来的 对于一台在某些人眼里只配用作行车记录仪的相机来说 怎么才能榨干它 发挥它拍摄的最高水准 那么我觉得稳定器是我需要的 也是你需要的 专业相机毕竟机身太过于庞大 那比如说爬山涉水很多场景 不允许你携带它 也很容易出现意外 那运动相机在暗光时候又很拉垮 所以你才需要一个运动相机稳定器 最终你的画面依旧是稳定的 而且不会因为电子防抖而被裁切掉一些画面 另外我用运动相机稳定器的第二个原因 是为了避免GoPro拍出的画面没有电影感 因为我会给GoPro上ND滤镜 来得到带有动态模糊效果的丝滑画面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每一帧都非常清晰的GoPro画面 为什么要动态模糊和ND滤镜呢 我之前很多的视频都说过 那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节目 那链接我放在了这个评论区的置顶处 你拍摄的画面想具有优秀的这个电影的感觉的话 没有ND滤镜的话 你就不要妄想了好吗 但是ND滤镜和运动相机搭配会让防抖功能失效 这就是现实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运动相机厂商给出解决方案 那么还是回到稳定器上 我能用它来解决 对于稳定器的功能 我相信不需要对它描述太多 毕竟一上手你就会用多档的跟随模式和超强的防抖效果 在得到稳定的画面同时且不裁切你的画面 另外稳定器可以带给你更多不一样的拍摄效果 比如这种画面 手持你怎么拍 丝滑的旋转场景 这个是你用手持是无法拍出来的 另外利用运动相机拍摄移动延迟视频 如果单单一套运动相机你是无法实现的 你还是需要稳定器 所以你可以选择不用它 但是你不可以没有 因为你旅行拍摄中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得不的情况 想一直保证哪怕是运动相机都能保持高画质的拍摄 被一支稳定器在你包里是绝对没有错的 其次浩瀚卓越的iStudy Pro 4也是防泼水和防尘的设计 那下雨天也不成问题 希望你能采纳我对运动相机对于画面提升的这点不成熟的小意见 那我们就下次见 哦 别忘了一键三连和关注我的频道 拜拜